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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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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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苍鸣先生立波 这一次我将带领来自不同高校的青春首艺人 前往天下山水之秀 距离前中的贵州 寻访六项国家级飞舞之文汉 与飞移住一场青春之烟 飞移住青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外陶冶 是,环境特别好感觉 先生,我来了 帅了 帅了 我是王江一 现在就读于中国戏剧学院本科 这次听说贵州三都有一种刺绣工艺是用马尾毛做的 而我在学习戏剧时用到的浮尘也是马尾做的 就很好奇地想来学习一下 江一条件特别好 他的扮相肯定也棒 去演轻衣肯定特别帅 郁刚的脸皮的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美 双歌在婚丧嫁曲啊 日常生活里什么都可以唱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要跟他唱吗 这个 要跟他唱吗 要跟他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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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能放开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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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跳 中间也我不会跳 放开 放开 哇 太棒了 精采 艺谱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你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 三都 感谢 感谢 欢迎大家到水箱做客 哇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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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们不会跳的 你们这也有跳的角度不对的 是不是 因为我发现这位顾家 中间也脱节了 是不是 老师好 我叫李欣然 来自浙江传媒学院表演系 这次也是跟着学校 一起参加开幕式了 就是杭州亚运会 亚运会的开幕式 对 亚运会的开幕式 面对了全亚洲的观众朋友们 然后也感受到了 自己国家的文化复兴 就是非常的出动 然后就想了解一下 除了亚运会中间 让我知道的一些文化以外 就是别的地区之类的 地域的文化 对 地域文化 哈喽 先生好 哈喽 我叫颜子齐 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服装设计系的研究生 我希望可以用自己的 现代的设计语言 对它进行一些设计的改造 融入现代的服装中 让更多的年轻人 更多的新生代 喜欢这样子的传统文化 你们就是跟这位姐姐学的 是的 是的 我是水族双歌传承人 刚才我们唱的就是一首水族双歌 迎客歌 没有请教您贵姓 我叫石玉秋 石玉秋 这个季节就是你的季节 还是我们的端节的季节 还是端节 水族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也是年节 端节总共要49天 是世界上最长的节日 这个节日也被列入了 国家级的飞舞制文化遗产名度 我们这次主要就是想学一下 探访一下这个马尾秀的一个制作剂 这衣服太漂亮了 我们刚才在下面一直在干 马尾秀的服装 太漂亮了 对对对对 我们水族人是从殷商时代迁徙而来的民族 一路的迁徙和征战呢 让水族人对马有了深厚的感情 爱马善马 所以呢也容易得到马尾 就绣成了我们最漂亮的马尾秀服饰 另外呢 水族的男性与长辈去世以后 家人呢会用最高的礼仪 敲马祭祀 留下马尾寄托思念 这个祭祀特别独特 就是敲马祭祀 我们整个华夏文明 你看左传里头说 就是国之大事 为似于荣 第一位的就是祭祀 它非常独特 而且它用的其实是 我们华夏文明中祭祀的 可以说超规格的礼节了 就是用马来祭祀 在中国古代啊 我们知道祭祀最隆重的叫三舍 牛羊猪 和祭 这叫太老 但是呢很少用马来祭祀的 因为马比那几个都要珍贵 对对 汉高祖刘邦 白马盟士 就是给手下的开国功臣 将来谁要敢异性称王 天下共共之 对吧 那时候就杀白马 说明祭祀的规格非常之高 所以我们这次来就是想知道 就是为什么会用这个马尾巴去秀 然后也想知道 就每一个马尾秀作品背后的一些故事 那我们第一站要去哪啊 找马 找马就找到了水族的关键 也找到了马尾秀的关键 马尾巴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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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那个好摆烂 那个在散步吗 他在干嘛 大家最好看的一匹 那匹马说还没进头还没到我 这专场表演吧 好美啊 这匹马主打一个漂亮 优雅 我们一般都说这北方游牧民族 这个马是非常擅长的 其实在殷商时期啊 商周时期 是东西方的矛盾 到秦汉之后 整个华夏文明史就变成了南北方矛盾为主 这个时候最关键的就是马匹了 比如说一个大的国家 这个兵力有多少 就是三百圣 一千圣 那个圣 就是马拉的战车 马拉的战车的意思 中原的这个耕地农业文明 我们是农业文明的天花板了 一亩地的产出利润太高了 我们舍不得把这一亩地变成马场 所以中原养马的成本还是非常高 但是你看游牧民族 只要他这个马拉一旦获得了休养生息 人口一旦增长 北方天气一冷 生活成本增加了 你像金冰南下 满人南下 包括蒙人南下 都属于华夏文明史上的一个冷周期的时候 天气一冷 北方游牧民族 他就要骑马南下 没有草了 没有草了 每降低一度 整个草原的生活成本要增长20倍左右 所以他必须南下 所以中国古代的历史矛盾 可以说都是因为马 走下来了 走下来了 那个小朋友太厉害了 那个小朋友 对啊 好厉害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赛马节 这个马好帅 这个马叫什么名字 叫红太阳 红太阳 好帅啊 这个 您贵姓啊 我姓石 刘老师 邵章 为什么要叫红太阳 因为我希望他像阳光 他几岁了呀 五岁 五岁 赛马界里面刚刚 他是一匹赛马呀 那是 哇 他今年拿了四个冠军 四个冠军啊 红太阳你好棒啊 好棒啊 冠军马 那时候比赛 一跑他也跳 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他训好了 他老是这样子蹭你 特别黏糊你 对 他认主人了嘛 你看他老是是贴贴 你看他老是这样蹭的 我走的他也跟不走 对 可能都已经不是你的宠物了 我觉得应该是你兄弟 我现在就把他当家长看待了 是 是家里的一个成员 那还有个人呢 就离谱 这里还有个小朋友 你多大呀 小朋友 十岁 十岁啊 这个马 你十岁就能骑这么大的马了 你几岁开始骑马呢 今年开始骑 今年开始骑的 今年开始骑的 你这匹马叫什么名字 花龙 那你叫什么名字 卢小松 他们要来研学马尾秀 但没有马尾巴 马尾秀无从谈起 对不对 能给我们一些马尾吗 可以给 但是呢 你们要完成一个任务 你们自己能骑上去我就送 骑马吗 对 可以 对啊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你那个可以 那个底细是从哪来的 这个马可不比你个子低啊 你们哪位能骑上去 我就先给哪位 看好的 史老师怎么上去 一起用力 一跃上去 右脚就跨过去 对 就这样翻过去 对 勒住马头 哇一跳就上去了 对 抓着他的中毛一跳就上来了 上 哇 可以了 太厉害了 刚学了几个月 才学了几个月 十岁 哇 哇 上来好帅 哎呀 可以上 刺激 你们不怕吗 嗯 还好 一二三 马尾巴说 哎呦太重了 没有 驮不动了 不好意思 哦哦 他不紧张 你一叫他就感觉你让他跑 对啊 平时加速的时候我就这样让他加速 是吧 我昨年好想喊一嗓声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刚一来先来试 别跳过 哦 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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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恐高的人都该犯恐高了 许文你是在那修桌子腿呢 你是在那干嘛的 我太怕了 现在就想办法上马吧 加油 对 可以吗 你看 他不想让我上去 我们要一起加油好不好 一起加油 他给我准备要碰蹄子吗 这是 他刨蹄子不是不耐反了吧 嗯 我准备 我准备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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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准备上去了 准备上去了 哇 有点激动了 我现在换马来得及吗 都上马了吧 上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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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准备开赛了 好啊 好啊 我发现马非常通人心 就是如果我紧张 他也跟着我一起紧张 后面我放松下来 他就也非常非常的乖 非常非常的安静 红太阳的脾气真的很好 我觉得这马就是得红 越红他越听你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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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感谢红太阳的脾气 谢谢石老师 谢谢石老师 这个就是马的尾巴 对 马尾巴 嗯 所以说咱们这个做马尾绣 这个就是基本的原材料 对 好 恭喜你们四位 战胜了自己 谢谢 谢谢石老师 谢谢石老师 那我们接下来就得去找老师 学怎么绣马尾绣了 是吗 出发下一阵 出发下一阵 哇 这个好漂亮啊 这应该就是马尾绣 哇 这包包太漂亮了吧 这好好看 好帅 我一会 这个立体感你看就特别好 我一会花重金把它买下来 你们能想象这个是拿这个织出来的吗 这个吊坠好漂亮 对 这个也好看 哇 这鞋上都有啊 嗯 这一个长巾绣 漂亮 哎 这里是秀才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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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叫水仙马尾绣 水仙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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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欢迎老师 您好 宋老师是吧 欢迎同学 我带你们去看我的展馆 有劳您 对 我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 才把这些聚到一起 山都 嘴竹的每一个角落 都有我的脚印 这个就是四五百年传承下来的 这就是碎片 我看这些 我的心都会跑到 几百年前那个时候去 这么多非遗文物 都是靠它自己一个人 东拼西凑 搞出来一个博物馆 在这之前 我没有想到过一个人 能做到这个地步 一个人撑起一个博物馆 很敬佩它的其实 老师 我刚才就看到 这有一张非常精致的图 这是画的龙 这一幅叫九龙图 像这幅画也是蛮大的 加上马尾绣的工艺 也是特别的繁琐复杂 一般是有多少程序在里头的 戳马尾是一道 画是一道工序 定这个绣也是一道工序 天心一道工序 最后再就绣了 对 这个也是蛮复杂的 再复杂 他们研学坛这一次 就想学学这个马尾绣 我们还带了拜师礼 得这个拜师礼可不容易了 就用这个来教 太好了 太好了 你们第一天来学 我要给你们做两个项链 里面的内容 你们要自己来画 两个不画的戳马尾 你们赢了 我就把我亲手绣的这个 送给你们 你给老师亲手 加油 我们一定可以超过它 不怕我们叫专业的 Lady go 把五根马尾 打一个八大的隔大 分成两边 马尾在一边 你看啊 我是放在这里 它有张力 蹦紧啊 这样子搓的 这是过手搓的 哦 对 你两边搓 你要顺一个圈搓 你来回搓 它不又回去了吧 来回 对 我对了 对了 太聪明了 嘿嘿 伤到了 袖片是我 对呀 你看你手一松 这边立刻松了 你要放出来点 低一点不放 让我 往这边来一点 往这边来点 哎 再 你看你一松前面全松掉了 你不能有一块骨杖 一块勺 脱得还挺好的先生 帅 还不是因为你拽得好 你就别看了 别了 你送这边 我再说 那他这不会怎么办 那他这不会怎么办 有的人他们是两个人搓 然后就很好搓 然后我 我将一连牙都用上去 你 你搓的是牙线 是吧 我搓了搓怎么掉出来一个马尾 你跟徐阳老师在笑我 都笑出了声 有这么多 一厘米 太一厘米 不慌了 一厘米 我稍微好一点 两厘米吧 哎呀 那这罐匹在这儿 我好久也有 好几厘米 我总体来看一下 那边原来就是这样的 我跟你们讲 你们这个搓得快 但是你们不只快得大 对 你们从头开始就漏马尾了 就漏了马尾 对 不是漏了马脚吗 漏了马尾 这个是做得好的 虽然它就是 你说两厘米三厘米 他的这个方法是对的 他们两个要好一点 耶 那这个是老师我亲手秀的 谢谢 谢谢曾老师 好的 第一环节你们赢了 我们来听听第二个 好好 画好了啊 画好了吗 来来来 哎呀我刚才忘记提醒你了 你太复杂了 你这里面 这么复杂的线 你怎么能够的 看看标准答案应该是这样的 画得简单是吧 哎呦 哎呦 两个小猩猩爱心 哎呦 你看出来了 对我就说他这个 上面这个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蛇 他妈妈说蛇 哦 他给他妈妈画的生命礼物 这是一条幸福的蛇 太棒了 太棒了 那种好 那种好你想要的 他一下子画完了 对 画得好 满面时间跟他探讨一下 哇 你看明白了没有 漂亮吧 现在是水仙老师在帮你操作 接下来改你了 这个幸福的蛇 让你们两个幸福 其实就是我不太会做沉线活 你从这下面过来固定 从下面 他这个针在下面 你从底下 然后你欠我 天呐 你是一点不知道 针线活怎么做是吗 我要不先睡一觉 我真的弄不明白 那个什么大针小针 我还会缝荷包 你是扎小人吗 但是这种 跟我之前缝的那种香囊 荷包不一样 好难啊 之前以为 不就是个刺绣吗 肯定行 肯定行 但是一接触 哎呀 真不行 好难 真的很难 你这个叫什么意思 告诉我 这就是蝴蝶 蝴蝶 哦 这是蝴蝶 是个翅膀 你这太复杂了 哦呦 他这个太复杂了 你这个叫我一文啊 水仁老师 我们难住你了吗 我先把我的宝贝拿大一下 帮他们固定两个就可以了 我先手 给我们开一个好头 水仙老师开再好的头 最后也是一个赖尾共存 哇 水仙老师只帮这边固定了三针 好了 您帮他固定四针了 第五针了 好让他们自己弄 您全给他做出来了 真的您招有问题 真的吸引了水仙老师 水仙真好 这个作品90%都是别人帮助我的 非常感谢烈波老师 真的很好 你们到底是谁在体验啊 你知道那个书绣为什么要用绷 马尾绣为什么在布上绣啊 我猜啊 是不是因为这个它绣的布 它比较多层比较厚 所以它就不需要绣绷去把布撑开 对了 对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马尾绣 绣和独特的地方 就是 书绣它是用一颗线 它可以披成很多颗线来绣 对 马尾绣咱们是用多颗线来 合成一股线 合成一股线来绣 书绣它是细腻 喜许如生啊 对 咱们这个秀呢 它就是有一种浮雕的这种质感 对 我要接任我们江宁制造的博物馆 我们江宁制造就是云锦 就是三大鸣锦之手 古代那个明清皇帝的龙袍 一般都是用云锦做的 就曹雪芹他们家江宁制造嘛 就做这个的 就做这个的 然后这个云锦也很有浮雕感 也很有立体感 好 作品完成 我是外行啊 水平好像这个高一点 但这个线 是水仙老师帮你们撮的 对啊 对啊 人家这边是自己搓的线 是 我也帮你 是吧 对啊 您评价一下 冰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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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都可以拿到这些 我现在就给你们 嗯 制作箱里 还是你们自己动手呢 还是老师帮你们呢 自己动手 自己动手 对 对 对 吊坠来展示一下 谢谢 给妈妈的礼物 两只蝴蝶 非常的精美啊 我感觉就是宋老师 您对这个真的是太热爱了 嗯 真是赤子之心 对 我想到咱们今天下午去看的那个 您的那些收藏啊 嗯 各个都是精品 各个也都是真品 嗯 里面最贵的一件 您收藏大概花多少钱 我收藏这个东西是民间收的 有时候你遇到最贵的 它的价钱呢 可不是一定特别贵 嗯 但是呢 有的会要钱的呢 它就是 不一定特别好 对也不一定特别好 明白明白 是这样的 中间有很多曲折是吧 嗯 我记得有一次赶集的时候 赶集 有一个大姐 背她身子来赶集嘛 老远我就看到 嗯 哇 从来没有看到过 年份又长 保存得又非常的完好 哎呦 我就 我就当时我就看到我眼睛就直了 我眼睛就直了 等她走过我的面前的时候 我就问她 我说大姐 你卖不卖啊 这个旧了 你卖不卖啊 她说不卖 我这个传了十代人了 十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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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代人了 然后呢已经传给我的媳妇了 我的媳妇现在去打工去了 那我说你卖嘛 我要出高比市场的两倍的价钱 你买到一张新的回家 还要剩下一点零花钱 就跟她这样讲 那她犹豫了一下她说 那我要问我媳妇了 然后每次赶集的时候 我都要看看那个大姐来不来 每次见她的时候 我都有意无意地要去跟她搭讪 就问她 大姐 你媳妇来了没有 对 考虑怎么样了 她说 我媳妇还没来 其实呢 三年她的媳妇怎么会不来呢 对不对 三年了 其实她都是不想卖 她也舍不得 但是也没有办法嘛 有一天下午的时候 我在那个摆摊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到我的身后 她说 北大姐 你还要不要 我说 她说 你要给三倍的价钱 十代咯 她说 你要给三倍的价钱的话 那我就能卖给你 我太喜欢了 三年了好不好 我们乘马车到了一个大山脚下 那个时候我是穿一双破烂的鞋 后跟都是破的 然后上山的这个赶路都不行了 我一着急 我就把那个鞋脱了 我们那个时候那个脚板 你知道那个老卷嘛 老卷超厚的 然后就光脚 上山 就上山 这样已经四十来分钟嘛 就爬到一个山顶 那个时候最大的钱是 十块 十块的 还有五毛的 两毛的 然后一毛五块 几百块钱 这是一大多的 当时几百块钱不得了了 我立马就跑下山了 然后呢 就天又下一点毛毛笔 我就这样子 伸一脚钱一脚的 紧赶慢赶的 从这宝贝到家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家有一个竹子的沙发 想把它铺开来 我就把东西放在那里 不铺了 到家了我铺啥 我放在那里 我腰酸背痛的 我就躺在那里 我说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开心啊 终于把宝贝逃回来了 那你藏着鞋还拿着了吗 那鞋当然要拿来了 你也是个会过日子的姑娘 你还念记着那双鞋呢 就是刚才您说的时候 我真的都忍不住 我就感觉到 那时候您那种开心 都真的溢出了 溢出屏幕了 我也能感受到一点那种激动的感觉 对 连一双鞋都破成那个样子 都舍不得买 然后您就花几百块钱 花这么多钱去 对啊 真正的 当一个人走到那个地方 是什么都不考虑的 热爱 我几十年了 我血液里面流淌着马尾秀的 您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为马尾秀而生的 我关注了您的那个抖音号 我就看到您说 当时那个时候 有外国人过来去收咱们的这个马尾秀 然后就讲说 你们将来如果想要再看这个马尾秀的话 可能以后你们年轻人不会再做了 然后想要看的话 就去国外去看 你们这就不会再有了 然后您说您不想看到 有那样一天发生 说实话 当我发现的时候 已经国外已经到我们国家来收了很多年了 但是呢 幸好还没有完全被收掉的这个情况下 我是第一个主动来来保护的 我是有一个愿望是什么呢 我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若干年以后 我六十岁的以后 那个时候我很年轻 对 我说我六十岁的时候 估计身后也会发生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木楼不再存在了 孩子们都坐上洋楼了 开轿车 坐洋房了 那去哪里找这些老物件呢 文化的印象 文化的这些呢 我就想到时候我一个人有 我一个人有 我多有趣啊 我能让我们水族的儿女子生 还有甚至国内外的客人到我们山都来 唯一的来我这里看啊 你一个人有就是整个水族有 就是整个贵州有 就是中国有 我就觉得很开心了 后期来怎么做 这个呢是后期的想法 现在首要问题要抢救啊 我之前就是网上很火的那个大英博物馆 就是它不是那个用它拟人画了吗 对 然后它也逃回了中国 我觉得它如果说没有坚持的话 可能像马尾秀这个东西也就是 就是 也会将来要灭云 也就是像那个东西一样就是 对 没有了 就是它得自己逃回来 就像这样子一样的 就是这样子一样的 就像它一样的 但是你们都在现场 我的人家一定是在游泽 中文尔田支持 是一样的 可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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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采用了现代工艺的刺绣方式 这一套大衣是纯绣娘手做的 其实它不仅是一个大只的花 还有很多鱼 你可以数一数看 你能发现多少条鱼 我只看到了花 有一条在这儿 很多我们买了很多条鱼 都是水族元素中 很有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动物 就是鱼 你们是不是还忽视了袖子上的这条龙 这边还有龙 龙纹 这个龙就是龙马精神当中的龙 然后马就是我们马尾修的马 龙马精神是一个从传统文化到现代的一个延续 就是它很具有启发性 所以我们这次在去到米兰的时候 特地是带着我们自己美好的寓意送给他们 我其实是很想去 试一下 我看出来你这个眼神当中看到这个衣服那种渴望 我看你一直鱼鱼的浴室 这个对 这感觉有了 可以 帅的 这你想不到 不行 我也想穿一下另外那件 可以把那件我也试一下 可以一起试一下 我觉得非常好 走出那种气势了 走出那种气势了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穿上这套衣服 就自带一种很高雅古典的 我有这种感觉真的有 不光是有那种高雅的感觉 就走过来以后我感觉后面都是有五分的 就后期老师可以给我加一股 怎么把这个传统元素我们用起来 被年轻人喜欢给它赋予一些现代性 这个其实很关键 这样的话我就要推荐你们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 也就是我们这一次马尾秀的设计总监 他是一个意大利人 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 而且他当时看到这些东西之后 和自己之前的经历产生了一些共鸣 具体的我们还是要问他本身吧 可以吗 可以 我们来试试看他今天是不是有空 哈啰 马西姆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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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了解一下 您最开始看到马尾秀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感受 吗 当我发现了请我非常感到 还是并且有提设计 ý understood 因为既然有些知味 而且在经历的教 член 中间文化 对很多年代的 我想说 我也很惊许 Head的很乱� 最后每个人的感受 这种感受 这种感受到 都有大家的ود 也就是了解的合作和合作的合作 的合作合作的合作 是一種意義的一種人 這群人的主義 也肯定是有加重的 那我所創作的 所以這幾個字 我真的非常驚訝 我非常驚訝 也很驚訝 也在製造的繪子 所以是因為這次我選擇 這些類似的景色 這些食物、魚、魚、鮭、 也正在西方的日文 所以這些像你們說 我會說是一個特色的 我希望傳給我 因為我們是中間的品牌 這就是要求您得到自己的原本 好 我们太感谢了 今天听马西梦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么多 谢谢马西梦老师 谢谢您 拜拜 从她的这个表达当中 我感受到的最深切的点 就是没有被大家所看到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够把它拿出来 我希望将来就我们的 年轻的服装专业的设计师 用我们自己的语言 用我们自己的设计 然后来传达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 韩老师您好 老师好 你们好 带着我的研学团来掏扰您 欢迎 欢迎 这些都是被带吗 是的 这些都是我们贵州少数民族的丝绣背带 这就是水族最富盛名的一种丝绣 马尾绣 那背带呢 又是马尾绣极大成的一个表现 它最打眼的这个文样 是一个蝴蝶纹 它其实里面也蕴含了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 传说呢 有一位妇女带着她的孩子在山上种田的时候 太阳太大了 孩子放在旁边呢都被晒得奄奄一息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来了一只大蝴蝶 展开她的翅膀 然后为孩子遮阳 把孩子护下了 他们就把这个蝴蝶的形象 做到了保护孩子的这个背扇上面去 所有最好的工艺 最美的纹样 它都是汇集到了一片背小孩的这个背带里面去的 水族的这个背带里面 马尾绣只是其中的一种绣法 里面田中的针法可多了 它是双针所绣 也有一些地区是用达子绣这些边缘的地方 对啊 叫编织绣 水族水羽里面把马尾绣背带叫做戴戒 那么对 说文解字里面就是把戒解释成了戒马尾 那么像宋汉书里面就有记录多起不戒而亡的战争的惨案 因为我们看秦始皇兵马俑里面的 他们的马的尾巴都是被捆起来的 收束起来的 丸尾那种 对吧 它避免在战争过程中挂到树枝啊枝啊发生战马的一个摔倒案 能够把水族马尾绣它的整个的内涵故事了解了 然后再去看待它的时候 那种心情感觉是不一样的 马尾绣作为刺绣的材料 马尾绣作为刺绣的材料也不是水族独有的 哦 是吗 对 这个是知金地区的苗族的 它里面呢也是有马尾绣的 这是我们的一种绣法叫堆灵绣 这种技法呢 这个地区它也经常用 它用的这种技法 跟我们马尾绣的轮廓线的技法很相似 它都是属于盘定绣的技法 这是我们前东南洞族的妇女 她们的围腰的部分 哦 围腰 这个金属的是金属丝吗 对 是金箔 切成很细的金箔丝 然后做成一个很贵的样子 我觉得马尾绣 有更有立体感 视觉冲击力会更强一点 哇 这个好特别啊 这个是叶脉绣 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刺绣材料制作的 用处理过的叶片呢 替代了布料 那是真叶子啊 是的 它是做了一个双面绣的一个手法 所以正反两面是一样的图案 哦 比刺绣在布上会更难 造成全国的屋子 今天才是有一場 第一 主场 尾形的所要 是一个阶段 它是一个体感 族的有实力 品牌的 做了一个 明天的 你力量工具 放适 开来 一幕 里面 我们就有了 打开 赫 以后 他会觉得 紫 大家欣赏我们的民族风大秀 哇 这个声音 声音好好听啊 这么多音试 哇 闪闪发光 那你亮一下帘子 漂亮很大气 帅 分逼分钞 帅 哦 哦 人还有还有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最后我真没有想到有那么多的传承人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 还给我们献上了那么一个大秀 哇 我觉得这次太值了 老师好 你好 这个锡绣的话呢 它是属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刺绣 它不同于其他刺绣主要是用金属锡绣制完成 它的做工的话呢 比较精细 而且复杂 消耗的时间比较长 它是用金属融出来的一个东西 那九九八十一道工序把它制作成线 再缝到那个布上面 我觉得 哇 它这个东西很新奇 我们这个洞鼠石秀也是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是的 是的 我就带我们的洞鼠石秀到了英国 巴西 阿根廷 阿根廷 到了十五个国家 现在也还想出国 要想把我们的这个洞鼠石秀 带手大餐 带手全世界 嗯 先走我们的洞鼠石秀 谢谢 谢谢 这套衣服呢 也是我们水族的圣装 三至四年才能秀成 在价格的时候可以两万多 哇 这一套衣服 我今个儿拿到了迪拜餐厂 后来 哦 在迪拜餐厂 对 因为我对马尾秀的最爱的 这个一辈子的这个马尾秀 就是我发现 除了沈杨老师 还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人 在为非遗的传承 出自己的这么一份力 真的很感动 他们可能是来自贵州很多县 就是很远啊 但是他们愿意去 跋山涉水来到这里 愿意去宣传这些刺绣 愿意去就是表达 让更多的人看见 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是一种新火相传 他们的这种民族服饰 放在一起 我们建筑的这种非裔文化的灿烂 并不光是水族的 苗族的 不一族的 宗族的 其实是锦绣贵州的灿烂 其实是锦绣中华的灿烂 这次延续我看到了 用马尾做线的马尾秀 用树叶做布的叶麦秀 还有苗秀 洞秀 这些作品背后千年的历史 万般的风情 都让我感到无比惊艳 也为学习服装设计的我 带来了全新的灵感 当听到水仙老师 保护老袖片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的感动 看到她如愿后露出的笑容 我想这就是文化自信吧 这种自信 为宋水仙老师 这样的非裔将人们的执着和坚守 都带来了强大的力量 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 我是第一次看到在树林里走秀 当传承人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 从林中走来的时候 真的让我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 很震撼 也深深地体会到 藏在深山中的文化瑰宝 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探索和发现 我想用创新的服装和年轻人喜爱的形式 再一次把锦修贵州秀出来 从林中进行战 到了儿的屋子里 巨大的ris脚 是画面的 事实力 wort上与物贵州 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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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会给娃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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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